我一个月工资是3000 最后发力是0 我一看那公司条全是罚款 他给我扣光了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呀 那公司没有罚款 员工还不无法无天了 咱们公司一直这么罚款吗 公司罚款条例上一开始是10条 我生之后又补充了90条凑个整 囊括了员工的衣食住行 监督他们让他们全面成长 那不乱罚款吗 昨天开会他说我搭了个嘴角不开心 不尊重老板 罚款500 如果嘴角就这样我有啥招啊 同事们这个月工都过光了 你没替他们考虑吗 考虑了扣下个月的呗 你是不是觉得你挺善良的 无以善小而不为 我怎么又罚款了 你在公司看长途美女了 我看什么长途美女 大哥那是玩的游戏 有什么游戏 就这个呀 里面的都是个顶个的大美女 黑死白死法 打上嘴 还有眼神的 老汗子 你全都看游戏里了 还怎么叫罚款 好的游戏不早说 扣过呗 我这个月都扣光了 下个月再扣 你冷静一下 消消息 没什么 虚爱的 你这公司这么多条条框框的 同事们哪能耍过的气 恨不得现在商事所都得罚款 这么夸张 我怎么听着你冲了两色水 罚五十 不是 我地边没冲下去啊 那不管 你这不浪费水吗 必须严惩 看见没 这哪是公司 这不收费账吗 每月这么多罚款 你们老板应该挺劳心的吧 罚款确实有助于管理公司 但想到是个例外 为什么 老板 你这个月违反了700多色公司条例 罚款公斤2万1 你怎么被孤立到这办公了 他们都说我气场太强了 你不跟我做一块 他们不是太强了 是气场太浓了 作为同事我就没看过他换过衣服 他那衣服都穿着先那皮肤 累不惜找 他们说你有味道 你怎么看 那就男人味啊 而且专家都说了 谁倒是太勤了不好 你看那小动物们都往泥巴里边窜 我这也是我养着保护层 保护我玉体 保护啥呀 他凑红的 那窗人站的身头只捏脚的 再说你见过哪个活人照窗人呢 那天老板说拿酒精给小套杀杀菌 我先拉倒吧 再给小套杀没了 那小子除了菌他还剩啥了 没有 说啊 他怎么管这么宽呢 我这不都划清界线跑这办公了吗 你再说洗不洗澡的我个人自由 这样不会影响身体健康吗 我很健康 你不信你去检查检查 我信我信 你看见没 自己味这味吧 关键他老是往别人身上臭 这那天我给人吃饭的吗 我没注意这咬着夸一下子就过来 就夸一下子 给我熏的饭我都没吃 直接我就撇了 你就不能为同事们着想吗 我想了 我劝他们也别去找 他们都不听 就是故意排挤我 谁听他呀 他那么放屁一样 天天跟错一沟里除类似的 他往逐渐一爬 猪都得躲着 他信不 老板没采取什么措施吗 唉 你都是老同事了 个人自由的事也不好强迫 不过我已经自操腰包 送他去做研究了 他能研究什么 被人研究啊 人体表皮物不学 他们说你靠走关系才升职的 嗯 关乎呗 要不升职能轮到他吗 他是老板的亲戚吗 亲戚啥呀 他跟老板他妹儿出的一样的 光中药主了 这都是他们嫉妒 再说你看我不像有能力的人吗 不像 他现在不和同事们坐一起了吗 哎 人家现在身份不一样了 拿着自己厨去坐起来 激励贺群吗 身份不一样了 和一般同事坐一块 外人容易误会 老板的妹妹能看上他 是因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得罪过瘾呢 关系现在办公室也没人愿意搭理他 也不知道那样的工人怎么就能看着呢 就一到中午天天就给他对象打电话 腻腻歪歪歪像舔狗似的 就和那小伙伙你去找找去 你吃油粮我会皮什么情况 你下次进来敲门 你这着装怎么是西装配秋衣呢 我这不刚升职三天吗 网上买的衬衣跟发辣还没到 气质还没跟上 要不你们等我姨父到了再来 你现在游森我形象 现在在公司担任什么职位呢 那这么跟你说吧 我一句话就能让他们丢饭碗 火车才够呗 他给咱们订饭的 一整就丁点螺汁粉抽豆河啥 谁约吃 没看我们现在都给他带饭 我饭碗 你知道大家对你有意见吗 他们就是嫉妒 我升职根本就不是靠我大舅子的关系 大舅子 就是我老板 其实小涛也算是要资历有资历 要能力有资历的老员工了 就是气质没有跟上 能说说你妹妹和他怎么在一起的吗 我妹妹这个人比较暴躁 一般人受不了他 但是小涛不一样 他比较包容 他比较抗揍 你为什么在厕所办公 他那屁箱过期了 现在又开空调 阿姆也不能开虫 我透气 阿姆实在受不了他了 所以就把他碾到厕所了吧 关键他现在都不光放屁 他是连吃在放的 螺汁粉也不让吃 屁也不让放 管这么宽 总抬起我干啥 阿姆也没排挤 这关阿姆是属于是紧急避险 再说我们是来干活来的 也不是来跑毒来的 吃喝拉撒 人是常情 谁放屁不臭 他就是矫情 他本来就愿意吃臭豆螺汁粉啥的 本来就臭红的 这回再经过他二十亿加红 那放出来那不属于是二手批了吗 那味儿呢 你说能吸血吗 您就不能考虑一下同事们的感受吗 那我找老板掏腰包 给他们买口罩了 还想咋着 那咋还得再买一批护护镜啊 他能往上拉眼睛 他觉得最近很幽默吗 我觉得他说话就是太夸张 哎呀 你这还行吗 水往上拿没水 喝点水压压 这咬着是放屁挺隐秘的 他总在就是 每一个动作掩盖下 他就偷摸补一下了 有一回想老板开会去阿门吗 这咬着补一个屁 直接给阿门跟老板都干冷静了 那他不想回来办公吗 他总在这办公 你不说个事 你这离这么远的时间吗 你别过来 他自己怎么没事的 可能自己有耐屁性的呗 老板没采取措施吗 老板也愁呢 现在物业都找阿门 说阿门这一程讲完愁以后 都是老员工了 这也不能做太绝 我准备叫他去公司铁军队 为什么 屁是可燃的嘛 给他后屁股点把火 他跑得肯定快 你怎么在楼道办公 要我给你撵过去的 他那嘴子把不住门 老跟领导打我们小朋友 多他妈烦音 那也不叫小报告啊 那叫汇报 我小学就是纪律为二 那老师和我最亲 关于这小子愿意添油加醋 我有一回点那个烤羊腰的 到处跟别人说我甚许 这事我也不知道啊 后来有段时间 我一来公司 那些女同志都吵我笑 不行咋的 落桃花来了 都喜欢上我了可能 后来就知道 这笑话传开了 那我是有依据的 他冒虚汗 我看你好像也有点肾虚的样 我想把你嘴封上 前天我在楼下不接 那个招聘传达吗 那这小汉子 他就非跟老板说 说我要跳槽 这整那些老板那天 差点给我开了 他妈有的时候 我真想给他生带给他宰了 山正不怕影子鞋 他要是没带来破事 也不至于这么激动 他这么爱打小报告 老板应该挺喜欢他吧 也没有 反正是在他的不幸努力下 老板那点小爱好 公司人全都知道了 什么小爱好 老板又找了个漂亮女秘书 还送了个项链 新的 都是老同事了 打的小报告也没什么 听说你找了个漂亮的女秘书 漂亮吗 我不知道她漂亮 我这人脸忙 我更看重她的工作能力 还送了金项链 这是自讨腰包吗 你们出去来 你们出去 请这题谈话来 不要 请 我具体回答任何问题 听说你把老板气病了 那天开会 老板说自讨腰包给她们发点金 完了这小子 一句话给老板整抑郁了 她说啥了 我就跟她说 你都穷成啥样了 还自讨腰包 有你这么穷的老板吗 这么说不太好吧 我这也是说到她心里去了 我这个人就实诚 那也太实诚了 这小子加班做文件 半夜两点都得散 老板能口敲门回报去 我觉得身为一个老板 就得24小时待命 老板都不用上班 那也可以不用下班 她这么折腾老板能忍吗 一直都想开的 这也没开成 要开也是开她自己 我这样的人 她都把我面子来 说明咱俩水平相当啊 老板听她说 她俩水平相当 当时就崩溃了 就给她找活 打击她的自信 效果如何呢 老板更崩溃了 那活我本来也不会干 我就说不会 老板能骂你吗 骂我干啥呀 我要啥都会 我就自己当老板了 你为什么要留着 这样的员工呢 都是老员工了 再说他也 老板你就不能带病工作吗 有点集体意识行不行 老板的病情加重了 其实吧 老板不来 我们也挺爽的 其实小涛这人还行 能处 等会儿 大家都听一下啊 小涛非要我上班 那这周大家都别放假了 骂我上班吧 我他们今天必须真实的 你像个啥 听说你跟同事打起来了 还没打 不过也快了 这样我个肩房练两天 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现在看谁都不睡 就走到都得这么身肉 架着胳膊肉 留这么大份的三味 你觉得健身有用吗 自从我健了身 同事们都不挑我毛病了 对我也放尊重了 我现在感觉自带气场 走路的带风 气场 就是让人推比三舍的感觉 你感受到了吗 恶心到了 这压迫感啥压迫感 它咱们躲了 是因为它身上有味 它那汉山 咱第几期来的 第六期 那汉山六期没换了 一股干脆味 你闻不着啊 闻到了 健身的好处特别多 我现在感觉老有劲了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你离远点 检查一下有没有作假 不用了 教练说我是个好苗子 要重点培养我 别人都收费三千 你呢 两万六 教练会不会是根据难度收费的呢 啊 他捧上他自己倒是行 那也别带上咱们呢 咱们有一天陪重要的客户吃个饭嘛 小孩喝点啤酒 非要拉人家比锅比锅 他把客户打跑了 没有没打过 这小孩挺不服 背后给人偷袭了 他偷袭的哪儿 拦着 哪儿 你就别问了 反正现在老板看我们都不是好眼神 老板都想把我们叨了 你给同事造成这么多困扰 老板没有意见吗 听他的意思 他还挺支持我的 都是老同事了 强身尽体的事 我怎么会不支持呢 我做他腰包给他安排了一个金牌拳击教练 下黑手 这个是 生死状 你为什么被顾虑到这边办公了 是我顾虑了他们 听得放屁 他老占我们便宜 我们都不愿搭理他 就他小心眼 你看我这样 我像那种人吗 像 有的时候点外卖 点那个蒜蓉粉丝 曾三倍 他说他帮我下去拿 我当时心里还挺感动 就拿回来 我一打开一看 那么蒜蓉没了 光剩粉丝的三倍 你为什么顺走他的蒜蓉呢 我中午吃饺子望准备蒜蓉了 就拿着蒜蓉对付对付 再说那也不叫顺 那送外卖还有配送费的 那我取外卖 说我跑腿份 那不是人之常情 那为什么不问问他让账呢 我以为跟他关系到位了 没想到他格局这么小 最个人的就是他 他已经现在都养成习惯了 一整就自主下楼帮我们取外卖 我们每个人外卖 已经拿上来都得烧点零件好的 昨天点了个糖醋荷草 上来蛋没了 就他妈生糖醋 你看看吧 这样你中午你下楼帮我取一趟外卖 你就知道咋事了 哪是离闯外卖 给我帮我帮他拿 你刚才是不是想搭 你以后临近中午的时候 别来下房 你耽误我事 我今天没点醋 他那脸就像熊虾的舔了一样 一点都不要脸了 他由一位管我接视频会员 然后欠费了吗 这小子偷摸 给我设置成自动续费了 哪有这样事的 这种情况老板知道吗 你得问他去 如果是实在没有办法 那我们只能无力解决了 都是老同事了 动手也是不对的 我准备自操腰包 给他雇两个保安 是为了保护他吗 看住他